看一下这个 非洲当地做的蒸南瓜 昨天睡觉给了我一个大南瓜 今天杰克又蒸了一点 好久没吃过了 尝一下 回味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他们当地这个南瓜 泛椒啊 包括红薯 都是这样蒸的 不像我们还烤什么南瓜饼啊 南瓜粥啊 就这样蒸好了就这样吃 小时候的吧 很少这样吃南瓜了 之前都是炒着吃的 今天我们的视频 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两个美女 杰克的朋友介绍的 上一个视频其实提到的 然后今天他们 带着他的妹妹一起 在我们住的地方 聊解一下情况聊一聊 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啊 杰克一个吃货啊 其实上一个视频 介绍了一下这个 Lila啊 刚刚给大家聊了一下 他们也是我们中午逛街的时候 杰克介绍了 然后专门跑过来的 这是她妹妹 22岁 也有25 其实我看了一下 他们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还算可以的 自己有一个服装店 应该我今天拍视频的那个服装店 就是她自己的 这她妹妹就是卖炸土豆条的 所以说她们的条件感觉上要好一点 所以说她们的条件感觉上要好一点 智能机这些 也包括在头发发型 衣着的话都比一般的还是要好一点点的 当然她们有这个想法的也是个好事啊 等一下啊 反正更多的了解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按照她们的预言啊 她们都非常向往中国的生活的啊 想找一个 反正是 摆脱这边 有过更好生活的那个想法的啊 外面 是要 晾场一点啊 这段时间直播很多人说 这个小别墅群啊 其实这个房子也算好一点的 房租差不多900多一个月 两房一厅都还可以 好几十个平方 来站出来给大家 让她们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 这其实环境啊各方面的还可以 就是之前说的那个房东 很多粉丝之前看过那个视频的 有点不那么靠谱 还可以啊 这个你就不用了啊 你又露你的英尊六十 他还要来介绍一下啊 很多人都知道Jack了啊 不用介绍了啊 他们进来的时候又看到这个帝王羹了 他问我是什么 我叫他们猜一下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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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他们 所以说当地人都知道这个东西的 这段时间很多粉丝也体验过的 啊 so here 那这双味味固的 yeah they are nice woman can eat not much mostly male 啊 没什么慢 那么 女士精非常很少吃 但是男的应该是经常吃的啊 ok 这个帝王羹经常介绍 确实效果比较好 所以说才一直给他粉丝们推荐 我在这里有的时候也就泡点这个水 因为很多粉丝也不喝酒的啊 喝了几杯了 颜色就要淡一点了啊 所以说反馈都还是不错的 他们的话去把那个微信下好 我帮他们注册好一下 以后方便大家相互联系的啊 看一下啊 现在真正都停电了 天也黑了 天黑了是看不清了啊 刚刚因为到了时间 微信已经帮他弄好了 所以说反正 他们有这个想法过来聊一聊 也尽量的给他们看一看吧 反正喜欢的持续关注 我们也可以一直报道这朋友的情况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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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